今年国内的硬派越野市场仍然是一个热门 全年可能会有接近10辆全新的硬派越野亮相上市 这是国内硬派越野前所未有的景象 而新年的第一款重磅越野就是3月4号上市的坦克500 作为国内现阶段最大最豪华的硬派SUV 它的预售价格是33.5到39.5万 但是尺寸性能等诸多方面都不输百万级的库鲁格 当然由于它的价格和定位 想要达到坦克300的销量并不太容易 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倒是不难 毕竟现在中国人不缺钱 日前坦克500越野版的专利图也已经被曝光 相比于普通的版本 坦克500的越野版增加了涉水猴 脚盘外扩的宽体轮煤和包围 前后保险杠和脚踏板也是专门为了越野而设计的 越野专用的全地形轮胎和全新的轮毂也没有少 据悉越野版的坦克500可能不会配天窗 动力和内饰部分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3.0T加9AT的动力总成配分14区 三把锁 坦克转弯 如行模式等等全都有 而内饰方面同样也会很豪华 科技配置很高 越野版会专门的为了越野而进行一些特殊的调教 但是估计其价格可能也会高一些 可假如你的坦克500经常去越野 那么越野版确实比普通版更为的合适